一起揭露 在台北市长蒋湾与新北市长侯友宜 共同揭晓下 2025双北市庄运奖牌正式亮相 除了市庄运活动持续获得国内外关注 台北市也迎来一项好消息 根据媒体最新发布的 2024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 台北市残联总网冠军 创下四连霸的记录 其中在社会永续 经济与就业及教育与文化三大面向 更是全台第一 公共安全与消防及医疗卫生两大面向 则是六都第一 其中公共安全与消防更是六都中进步最多 显示台北市政府两年来努力的成果 对此台北市长蒋湾 首先感谢市府团队与市民的协助 他也强调不会以此致满 会加倍努力 持续与市民朋友携手 打造台北市成为宜居友善的幸福城市 首先我要非常谢谢 我们远见在各项评比的项目当中非常用心 台北市我们这一次再次得到整体竞争力的第一 所以我要谢谢我们市府团队 以及所有市民朋友共同协助 而且也给我们各项的建议 所以在这次的评比当中 不管是社会永续 还有公共安全 以及经济以及就业 我们都不只进步 而且拿到第一 这也刚好是我们过去段时间 所定定台北市整体实证愿景 打造台北市为运动之都 安全之都 以及未来之都 很重要的具体成果 所以我们不会以此为自满 我们会加倍的努力 也吸收所有的市民朋友 我们台北队会持续的让台北越来越好 成为宜居友善的幸福城市 蒋湾强调台北市作为全台领头羊 将与建构安全之都 给予市民生活安全保障 打造运动之都 带领市民运动风气 培养健康身心 即迈向未来之都 在经贸发展及人口增长 持续保持领先 在这三大运景下 落实服务型政府形态 带领城市大步向前行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